啊 Good morning 大家好 好冷啊 要多冷有多冷 哇 風浪還是好大 好冷啊 開花菜呢開花菜呢 風機可以打開 吹火暖風 車裡面溫度高起來一點 今天白天我靠車裡面溫度只有15度 十三十四五度太冷了 先刷一系列 這個自行車是怎麼掃碼的吧 這衛應掃一下就行了 不過呀都是報廢的 你看這個新舊程度 湖邊 風浪還是巨大 這種天氣怎麼說呢 魚能釣 但是 人坐不住 人真的坐不住啊 這個 這看飄特別累 風好大風好大風太大 風太大了 我車裡自己煮掉了 我也有自己吃的呀 不用 我自己煮個小泡麵就行 對 本來想去我下面那個蒼麵拿那個 卡石爐的 但是這邊風好大呀 我去 剛醒完頭 感覺頭 頭掉比較吹痛的 我還是回車裡吧 我還是用電吧 我還是用電煮 你給你在車裡面 隨便吃點啥吧 哇 車裡面好暖和 開了柴暖之後 就感覺車裡面超級暖 可以 零食 零食箱裡面還有啥 那是有很多吃的嘛 其實露露也給我放了 這個 辣雞麵 這個辣子雞拌麵 有味道 泡椒 還有這個是螺素粉 我就吃個這個吧 方便一點 哎呀 錯誤錯誤掐一下 多煮一點順便 順便倒一壺到我的保溫杯裡面 把我的保溫杯拿出來 啊 煮著 先把這種水放著吧 坐等坐等 熬著壺 水喝完 嗯 網上都說這個露頂機 超級難看 啊 機齊了我想看一看這慾望 看一看 哇 好重的海鮮味 它這個泡麵 最好的一點就是 怎麼說呢 料什麼的先幫你放好了 OK OK 坐等 到我的保溫壺呢 我的保溫壺呢 在這裡 剛好剩一杯 採暖的耗電量其實非常少 你看 耗電量 我們現在開著電視 然後開著柴暖 車裡面開著燈 然後 因為可能是有太陽吧 今天 把這個風雨都關 把這個照明燈也關了 應該還是充電的狀況 你看現在太陽能頭還在充電 開著柴暖開著電視 然後開著逆變器 現在還在充電 說明今天太陽能還是能充電的 起碼能充個100多瓦吧 雖然天氣不咋地 可是只要不是特別特別陰 下雨天的話 太陽能的話 始終還是能夠工作的 還挺好看的呀這個 露體界 挺搞笑的 挺無厘頭的 江湖上行走這麼多年 你知道 我讓你這一對 殺了嗎 殺了嗎 我就是殺了 再喝一杯 來 去把方便麵的包裝合到了 吃一包這個益生菌固體飲料 這個只要乾吃就行 露露給我帶的嘛 讓我每天吃 這也太寂寞了吧 我這也太寂寞了吧 咋的呢 嗯 去看看那個魚箱裡邊 嚇你一跳 哎呀 去看看 魚箱就這麼大 能嚇啥一跳嗎 哇都是昂刺啊 哈哈哈哈 哇都是昂刺呀 哇 這快死了呀 這死要吃啊 快死了快死了 快死了 快死了 攪和攪和 啊 嚴禁 呃 拋掉 不撈 咋的啦 咋的啦 沒有呀 你撿個木頭吧 啊 昂刺都吃太生是吧 啊沒辦法的呀 吃的就是生呀 但是 那個 上次那個 小的路呀 潛能潛出來的 我現在就是 找不到的潛在嗎 去換一條棉褲 我這個棉褲 我這個棉褲露風 我去 這棉褲露風 不行不行 啊 太冷了 哎呦我出個門 都把露露送到這裡 帽子先戴上了 忒冷 吹得我頭疼 後面是停車場 前面是這麼多天然的吊位 就是這邊 鹹淡水交回 風浪太大 現在這個風啊 看這些草吹的 在這邊站一會兒都站不住 吊台還挺危險的其實 是 我騎著平衡車去後面看看 因為我昨天過來的時候看到 很多賣 賣文旦的 因為這裏玉環就是以文旦 文旦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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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不上來了 這邊玉環就是以文旦出名嗎 玉環大文旦 我就騎到前面去看看 有沒有 有的話去買一個 嘗嘗 昨天過來的時候就看到路邊上有人賣 就去路邊上隨便買一個嘗一下 是不是有傳聞中的那麼好吃 騎了兩公里之後 終於在路邊發現一個賣文旦 人過去問問 哎呦果然有 我的記憶力沒有出錯 就這個文旦怎麼辦 這個文旦怎麼辦 這個文旦怎麼辦 兩塊一斤 兩塊一斤 兩塊五毛 兩塊五毛一斤 你幫我挑一個吧 挑一個 哎 叫做路邊 天不甜嗎 啊 甜不甜嗎 很甜啊 一個嗎 一個 兩塊五一斤啊 嗯 幾斤啊這個 三斤啊 三斤啊 那付錢嗎 付錢嗎多少錢 七塊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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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微信啊 微信 你每天都在這裡賣 啊 甜的話我明天再來買啊 啊 你要甜了 要不甜的話我 我明天就不來買了 走了是吧 好 哎 挺便宜的啊 兩塊五一斤 這麼大一個 七塊五毛錢 還帶一個支叉的 可以 哦有提子好重 哦兩輛房車 哦 三輛 在這邊的話 看到房車的概率還是挺小的 說實話 咱們浙江這邊 看到房車機率挺少的 我發現一個台調的好地方 剛才我們住車位附近後面那是水 水面區太大 而且風量太急 你看這邊 那一彎裡面 就是 很緩慢了已經 把平靈車拿到裡面去 這裡 這條橋下面 水流很緩 不像外面這麼急的風浪那麼大 我可以下去找一下 這麼好的調位 講成這裡一塊不錯 特別安靜 我故意在橋洞下面 應該也挺適合釣魚 看 看一下這一塊 這裡可以啊 相當安靜 前面是這種 這種地方 這裡很適合台調 如果明天還不走的話 我可以來這邊釣釣魚 不然的話在這裡真的是 啥都 啥都幹不了 這裡幾個位置還不錯 還有一個就這個位置 這位置也還不錯 看這裡 一個天然的吊台 在這裡 不錯 能躲避風浪 裡面很安靜 可以 那現在我把車 挪到了這裡裡面的湖邊公園來了 所以裡面是一個 跑道 還有一個行人走道 這邊還有公共廁所 其實要把房車能停到這裡 就更好了 是吧 前面剛好一直坐 但是這裡不是停車的地方 這邊還有賣飲料的 買點飲料回去吧 買點飲料 嘿 路過的小賣物 買點飲料 拿出錢包 哎呀我就卡住了 這咋設計的 真貴這個文旦才7塊5 這位紅牛要8塊錢 啥物價 好了 等想喝喝飲料的時候 再來這小賣不買吧 好奇這個步道是指通咱們停車場的 哎呀 這樣的話明天的話我就 可以去那邊釣一下 其實今天我那也可以去 因為那邊通往不是特別的 可以去試一下 把這個我文旦給它拋了 嚐一嚐 路姐 試一下這個 你去買的嗎 玉環大文旦 對 嚐一下拿刀子給它切的 像我給它包的 來我來學吧 嚐一下 文旦跟柚子 有啥區別 香香是挺香的 2塊5一斤 還行 這麼一個7塊5 挺便宜的 有吧 還行 聞起來 確實跟柚子唱不動 哦 擺動啊 我來擺嗎 我擺不動 哇 廢了我九牛二虎自己 終於把它撥開了 是嗎 看這個確實跟柚子長得不太一樣 只有另外一種口感的柚子 我們來仔細品嘗一下這個玉環文旦 我自己留了拿了一半 它這個大小 它這個樣子其實跟柚子不太一樣 它是這種扁的 扁 而且它那個果肉的外皮也是扁的 剛才吃了幾塊 真的挺好吃 非常的那種爽口 然後甜也不是特別 甜不是那種特別甜 但是很好吃 相比柚子來說的話 我就是隨便一買了 隨便在玉環找那個 騎三輪車的老大爺買的 品質都這麼高 說明這邊的文旦應該每個都挺好吃 像柚子的話 開到難吃的距離太高了 要麼就是果肉太辣 要麼就是酸 柚子堵的成分太大了 而且它這個果肉特別好撕 輕輕一撕 下面下面都不帶皮的 有沒有 超級好吃 我看它的果肉撕起來超方便 完全不 完全不帶皮的 像柚子的話一撕下來肯定是帶著皮的 好吃 好吃 滿滿的VC 超級好吃 大家來玉環的嗎 只要在路邊看到有沒有賣的 可以隨手買一個 可以嚐一下 很便宜 7塊51 而且品質都相當高 哇外面太冷了 我還是躲在裡面 看我的電視吧 當一個房車宅男嘛